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陈彦七分钟 我是文桥传播中信的总编辑陈彦 在上两次我在节目里有谈一本书 就是《人在基因图谱》 里面那个主角何松安 他为什么叫何松安 第二次我讲为什么他长成那个样子 今天我们不讲他的名字 也不讲他的样子 我们讲他内心的葬礼 在这本书里我们先讲何松安 他是一个生物系毕业 后来去当导游的人 他当导游是因为一个理想 他要利用他当导游的便利 告诉人们如何欣赏 又爱护这个我们人生落脚的地方 但他却往往失落 因为他看到海龟吞了这个塑胶类的东西溢死了 他就很激愤说 哎呀你们旅客啊去捡这个海龟蛋 你们不要说这个保护动物这么伟大 你们知道他们是从多远的海游过来的吗 他们生蛋给你们制造娱乐啊 然后因为一场突而起来世界流行的非典型肺炎 那个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流行病 他这个导游就变得半事业了 谁要戴口罩去旅行呢 这些都是外在的 最难招架的是他爸爸的亨廷敦遗传 他不知道他的五十八仙发病率 是在自己的身上还是他的哥哥 何崇安算是一个认真的人 他很正直 自觉对天对地没有亏欠 但是因为那一场可能患上的大病 有一次他这样安慰自己 五十八仙而已 如果自己散得过 但是哥哥呢 五十八仙是什么意思 是每一个病者都有五十八仙的发病率 还是说假如他一个孩子有一串 另一个病安然无恙 是哥哥吗 是自己吗 他想着连牙齿都打赞 上面的内心告白 实际上叫人不愉快 像何崇安这样的一个人 这么爱这个地球 这么爱这个世界 也非常爱人 在生死关头 也不过是个趋吉避凶的常人 他潜意识里 其实希望中到那五十八仙遗传的 是他的哥哥 他自己也经过这个可怕的念头 这好像在山巴里 他的库管也忽然连上了一只鞋子 这样的挣扎是很折磨人的 你突然在一个人生的突击考试里 发现自己不及格 如果何崇安是一个基督徒 这种发现的冲击应该会小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得救的罪人 这时候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 祈求原谅 并请求他赐下能力面对 帮助我们脱离凶恶 但是何崇安依靠的是自己 和自己像来以为还不错的信念 他的人生依靠一下子完全抽空了 自己为什么变得这么可怕 而这个不格解的问题尤其可怕 他的内心顿时变成了一座 长满了经济的空尘 荒凉的可以 何崇安有知识有学问 又经历种种旅游求生训练 是个求生专家 触变不惊 到最后却弄得像郁大夫所说的 生死两不堪 生非容易死非敢 不愿死 又不知道怎么样求救 他这个没有风景的地方 迷了路 他落在一个极大的心灵张力里面 在小说里这种张力是需要营造的 我先埋下一个副笔 我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让何崇安跟女朋友潘萍萍到国家公园去玩 这天他们在浮水餐厅吃过晚餐 慢慢步行 回到那建在小山丘上的木屋 一回到小山丘大叫一声 这是什么 只见一只大青蛙蹲在一个石阶上面 这下一大叫之后 接下来何崇安在屋里叫了起来 哎 那板屋墙上 黏满了蝴蝶蜓蜓蜓蜓蜓蜓蜓 他们推开厕所的门 一看 这时一只蝴蝶 站着翅膀飞了出来 这青蛙和蝴蝶的出现 从布局上来说 都不是无来由的 这对情人 刚沉醉在清凉的溪流和清新的空气里 漫步回来 很缓慢很和谐的节奏 这时却给一只特大古怪的青蛙挡了一下 然后一进屋子 厕所里飞出了一只蝴蝶 除了搞笑 还有就是一种深沉的荒谬或者吊诡 蝴蝶使人想到花 花想到香气 而厕所 这真的是不相容的 我们知道相反的东西摆在一起 都会形成张力 它就不在一个和谐的状态里 而当这些不顺不按理出牌的东西出场时 人的思路这时候 并不知道要紧急刹车 还是要拐个弯 你总得停下来想一想 怎么回事 当我们肯这样问的时候 谁敢说那不会是一个转机呢 可能你就会在那个拐弯的地方 遇见了你所要的人生答案 而神已经在那久后多时 这个人在精图谱的创作技巧 我暂时就讲这三篇 这些呢我们都有收在这个 《让文字化繁为经》 跟欠言万语 从而说起这两本书里面 希望对大家 无论是协作啊 或者在欣赏别人的文字 都有些帮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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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